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4年即將結束 大家除了可以觀看我們製作的大事回顧節目之外 正程亦為大家總結一下 在這個動盪的一年,政治版法的移動 其實這一年發生了不少大事件 很多都動員了不少群眾參與 例如泛民陣營就有622的全民投票 去到佔領行動 而建制陣營亦都有反佔中簽名運動 817的反佔中遊行 發起人都是新的政治團體 傳統的政黨就只是擔當巧夫的角色 2010年政改之後 泛民已經是分成和理非派和行動派 備受攻擊的和理非政黨 在今次政改當中努力捆綁起來 想有更大的談判籌碼 在政改的首階段諮詢 已經齊齊聯署 表明會否決不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方案 接著又發起不合作運動 一起杯葛施政報告和第二輪的政改諮詢 雖然是這樣說 但他們的行動 都是被行動派認為不夠激進 以前建制派經常被人笑 說阿爺吹雞全部跪低 但近年阿爺的哨子似乎不吹得響 例如雙辣椒、特權發茶、高鐵等事件 政府和中聯辦都要逐個黨 甚至逐個人拉票 言論也不像以前一美撐政府 攻擊性往往比泛民更強烈 如工聯會的陳婉嫻 曾經因為梁振英說 公民提名會令政策 向著月入14000元以下的階層傾斜 陳婉嫻批評梁振英的言論古怪 欠缺邏輯 勸梁振英要讀多些書 阿爺最終要給下馬威來看 最觸目當然是田北俊在佔領行動期間 叫梁振英考慮辭職 但田北俊大家都知道 很快被指違反政協章情 避免去政協的職行 消息透露 梁振英之後和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時 習近平問了梁振英有關田北俊的事 有沒有收到效果 我們還聽聞 習近平要求梁振英要團結好建制派 及後在一次建制派的小型聚會當中 梁振英亦向他們表明 以後不會老奉要他們支持 其實要團結建制派的關鍵 就不在於梁振英 因為明年2015年 區議會就會改選 去到2016年又輪到立法會選舉 建制派不同的政黨為了爭票 肯定就會分道揚鑣 不可能 每次都是窗口一致 在民生議題上 都會向政府提出各式各樣的訴求 不過建制派和泛民始終是不同的 建制派到最後都會顧全大局 但泛民的支持者 世代矛盾 路線分歧 在沒有共主的情況下 不要說協調 在選舉上不互相攻擊 已經算是克制 中文字幕 walls Cafe